城溝湖中跆拳道赞 赞 真的很厲害 城溝湖中跆拳道旅創佳姬 今年更突破紀錄 在金融市中小學聯運中 抱回十六金六銀三銅 四座團體冠軍獎盃 教練簡易心 由亞洲少年國家隊總教練的經驗 回母校指導成果豐碩 回來母校最大的初衷是希望 學弟妹可以銜接 繼我後面之後拿下 拳中英金牌 在110年 拳中英的時候 我們就融獲品勢女團金牌 在112年去年的時候 融獲女生對打金牌 今年我們要努力的目標是 113年 看男生是否可以拿下拳中英的 對打金牌 孩子們很能吃酷更能遵守團體紀律 累積實戰經驗 國中對打男子組六連霸 展現建區成熟的對打能量 去年我為基隆出賽 可以拿到拳中英第三名 今年我會拿下拳中英冠軍 另外國中品勢男子組 與女子組也雙雙完成六連霸 實在不容易 練跆拳很開心 讓我更有體力 我希望我這次可以為基隆拿到冠軍 成功谷中在跆拳道項目中 屢獲家機 綻放幫忙 更讓市長感動的是孩子們 面對挫折時展現的毅力與勇氣 非常感謝我們 簡心所帶領的 成功的跆拳道隊 讓我們孩子從平時的挫折 困難當中能夠再站起來 這個就是我們成功的精神 校長張志明有建於學校的體育表現亮眼 而且重點突破 計畫要申請體育專班 我們幾年來都連續有這樣的一個佳績 那我希望我們將來跆拳道 看是不是能夠成立專班之類的 甚至就所謂的體育班 那使這個亮點能夠持續的 在我們成功國中發展 持續發展體育亮點 要讓讀成功的孩子 我讀成功我驕傲 記者蔡曉君 基隆報導